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透过神的话语 来领受神的道 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谨慎 保守我们的心 让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神的话语 歌琳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歌琳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 今天经文当中保罗特别提到了 在第二十七节说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按理 按理就是合一按着合一的方式 因为当时歌琳多教会他们在彼此的团契当中 在彼此聚餐的里头 好像前一刻在谨守主的圣餐 可是在下一刻好像看起来在肢体当中 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 这里讲到说要合一 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 干饭就是有罪了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 然后来谨守上帝的圣餐 我们不吃主的饼不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罪了 二十八节 人应当自己省茶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在圣餐当中 我们需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省茶自己 这些省茶自己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爱弟兄姐妹 有没有把弟兄姐妹 视为我们的肢体 这很重要 因为在前面的经文当中 看见了他们在守爱餐的时候 在进行爱餐的时候 其实彼此没有相爱 那么基督原来是富有的 他本来是在天庭 在天上是非常荣耀的 但是为了我们 他舍了自己 道成了肉身 如今今天那些富有的 这个竟然是欺压那些贫穷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不按主吃 不按理喝主的杯 吃主的饼 就是 那这样子的话就变得很奇怪 那再来第二个省茶是什么呢 有没有罪 我们是不是仍然在罪恶之中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需要省茶这两件事 第一个 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第二个 我们有没有在罪恶之中 所以在第29节说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那个罪了就是什么 就是审判 我们都吃了自己的审判 我们的行为没有分别出来 我们仍然在罪中之乐 哇不得了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 是保罗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但是同时我们也在提醒我们 不分辨 这里有讲到 他说第二十九节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 不分辨什么呢 不分辨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领受圣参的时候 我们要分辨 这是主莫大的恩典 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 为你我所成就的一切 不但是这样 什么是不分辨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教会的 教会是主基督的身体 这我们要分辨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是肢体 都是神的肢体 那当然我们就要彼此相爱 所以什么叫做不分辨 就是不分辨说 主为我舍己 不分辨说 我们彼此之间为肢体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保罗说这是一个罪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受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分辨 分辨 知道主耶稣为我们而生命 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 彼此之间 我们是肢体 让我们彼此相爱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说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三十一节 我们若事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根据三十一节的经文当中 其实保罗要提醒我们 就是那一些 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分辨自己的罪 就是说在行守圣餐的时候 没有去分辨说 原来基督是为我而生 原来我们彼此之间互为肢体 我们要彼此的连结 这些弟兄姐妹 根据第三十节所讲的说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很可能死的就是一个惩治 神的惩治 因此继续保罗在三十二节说 我们受审判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格外的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这个是一个圣宴 圣餐就是一个圣洁的 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个宴席 在这个宴席当中 你我之所以可以进到 这个宴席之中 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恩典 耶稣基督何等爱我们 但是我面对肢体 我们却又用另外一套的标准 主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 我们当然也要去释放 或者是去原谅 或者是去饶恕那一些 弟兄姐妹 我想这就是主要给我们的 一个圣餐之道 这条圣餐的道理 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让我们能够在 主的圣餐当中有份 第三十三节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三十四节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气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保罗在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他又回到一个爱餐 爱宴的场合当中 在吃爱宴的时候 彼此之间前面的问题 就是因为等不及了 已经聚餐的时候 已经在准备要吃饭的时候 那一些仆人他们还在忙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那结果这些主人 甚至于这些已经可以准备吃饭的 他们就先吃了 那以至于他们来的时候 哇 有些东西根本就 他们根本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所以这是什么爱的团体 这个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状态 所以因此保罗在说 这里讲到说三十三节说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餐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随时等待彼此要吃饭 大家一起吃饭 这才是爱的团契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 三十四节如果有人已经先饿 好不好 你出门之前 你要来聚会的时候 之前你就先 自己先在家里面先吃一点 你就不会那么的容易饿 所以他说 免得你们聚会 自己取罪 保罗讲的非常的严重 什么是爱 爱不是只有言语上的表达 爱更是要在行为上来表达出来 那个行为就是彼此的等待 彼此的尊荣 并且彼此的用餐 这是一种接纳 这是一种相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 在每一次我们在团契的时候 在聚餐的时候 在谨守主的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彼此尊荣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是教会的头 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 主啊 你是我们的掌管者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